好啦 你們問什麼 你們剛剛問吧 不要再裝了 直接問 來 就是之前被順走的 對對對 小豬在500萬朝天開幕 南部北村的榮瘦甲和劍 這兩三天會比較失眠 然後失眠就是那種會擔心 然後會想說 會有逗房子排隊啊 不要怎麼去亂整個程序 像昨天採牌 採牌就採牌兩天了 小豬的志祥之所以會這麼緊張 都是因為他赤絲500萬開著潮牌 GNF 28日舉行開幕記者會 所以這個名字有什麼意思 剛剛都非常無所謂去 從樂隊很像我以前到現在 心路歷程的過程 就不管你在怎麼被打擊被打敗 你一定要讓別人在裡面存在 對上次離開那個之前的牌子 對你來說打擊很大 這不是就不停的 因為都過虛 他會不會擔心自己的牌子 跟你的台語變 不會 不衝對 不衝對 你會跟他討論多一點嗎 他會跟我討論 我們畢竟還是專家 好啦 問什麼 你們剛才問吧 不要去裝了啦 就是之前被孫總當孫總 對 對嘛 對 他一直記之嗚嗚的 是不是 怎麼樣 會不會覺得很溫馴 我覺得孫總畢竟 也是帶我進這行的而已 當然我也是很祝福他 希望他身體健康 要快樂的去享受之後的人生 去說任何的解釋 對彼此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覺得那就不要去提 但是我好想講 我們沒有 他說的那個賈何姐 我高雄演唱會四大電話合體 他也來到現場 我是真心的邀請孫總 來看到我們現在的成績 所以 我聽到他說賈何姐 那開幕好意思 起來 那婚姻有好意思 這個要 我還是一樣 有消息才會說 娛樂動新聞 期待小豬的好消息喔 報導 你幹嘛 你不是升級一會 很快請問等手囉 敲敲鍵盤 登入升級一會員 登入升級一會員